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一度被捧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就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来找蒙古国投资寻求合作 就连世界公认的两大强国 美国和俄罗斯也非常看好当时的蒙古国 或许是因为太过膨胀的缘故 蒙古国多次刁难甚至拒绝我国的投资 并且为了针对我国对其投资 还专门颁布了一项限制投资的法律 不过在遭遇债务危机后 蒙古国却又舔着脸来寻求我国的帮助 对此我们国家也只好笑笑不再说话了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了吧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by bwd6